如果你有深刻的生命体验 你的行动就会自然有影响力 塞古鲁说 如果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功利的 你的存在就变成是纯粹功能性的 这将使你成为一个功可 我们需要明白这一点 生命不在于它有什么用 它是一个非凡的现象 这块石头有什么用 这棵树有什么用 你和我有什么用 我们制造问题 然后解决问题 它是没有用的 出生以后最终还是要死 这又有什么用 如果你问有什么用 这样的问题 那么自然的 你会问是生存还是毁灭 这样的问题 不要把自己逼到那个方向上去 问题不在于有没有用 而是关于生命的强度 正在这里发生的生命 是这个存在中最伟大的现象 你对生命的体验 有多么的强烈 多么的深刻 那就是它的意义所在 一旦你的生命 以一种非常强烈和深刻的方式 发生在你身上 你在世上的行动 会自然地变得影响深远 影响深远的行动 它有没有用 它肯定是有用的 但不是以那种 人们以为的 能有力感尽力的方式 如果你对待生命的方式 是要立刻见到有用的结果 你的头脑 会成为一个交易市场 你不会有家 不会有爱 不会有喜悦 你不会知晓幸福 也不会知晓与周围的生命交织 和融合的狂喜 这就像势头被烟割过的 拉着撤的牛 看着野生的功效 觉得它毫无用处 不要只是想着有用性 非常重要的是要明白 这个生命是无个比拟的现象 是超越了一切的现象 实际上 你自己就是这种现象的 一个非常小的表达 continues 从我们我要一回 咱船 搭